大家好,歡迎收看選股王 恆指今早先跌後升 今早升了18點 成交還不錯,接印650億 雖然昨晚美股大跌 區內股市都跟隨 日股台股都跌了2% 但港股這邊都比較強 連中國股市也有反彈 見到比較好的是基建股 中央財經委 昨天就說要全面加強基建建設 現代化 基建股都是初段向好的 包括有個施幅收窄 反而水泥股不錯 海螺和中國建材升了6% 另外科技股繼續有個比較好的表現 連日都是強勢的,美團都不錯 今早最多升了7% 中央升了5% 連京東一起都抵消了匯控下跌的拖累 另外見到江峰的業績 首個業績升了6倍以上 股價都有個反應 升了9% 另外上海疫情也有些回落的跡象 見到內需股體育用品 啤酒等等都不錯 不過比較弱勢就是疫苗 和新冠口服藥 見到市場都擔心 開始全球有個供應過剩的情況 變成跌幅到了8% 大概9% 今年比較弱的就是手機相關股份 見到小米 都可以說是長跌長有 完全沒有反彈 另外就是手機設備股 信譽、瑞昇也都跟隨的 不過有一隻 另外就是高位電子 其實高位電子做的東西都差不多 不過它主力是蘋果的供應 其實都佔到九成以上 都名副其實是蘋果概念股 其實如果你看回去年業績都OK 不過其實今年你看回 其他內地的蘋果供應鏈的股份 其實業績一般的 例如藍絲科技 今年首季的收入都跌了兩成 都幾差 不過高位的概念 其實就不是傳統的手機 就是AR、VR等等的元宇宙的概念 它就跟內地創業版的公司 蘇格一間公司 做了一個合應 主要是搞這些產品 由於這個高位 主要都是供應手機無件的設備 變成都是適合做AR、VR供應的 其實現在市場預期 今年年底或明年 都會開始推出相關的產品 蘋果 變成現在一個比較當炒的階段 如果你說看走勢 高位其實都真的強 基本上都破了一個箱底頸線 如果你說進一步突破9元 升勢也會加速 當然如果相反失手8元 升勢就受損 變成都要止洩 我覺得可以看看 始終是弱勢之中比較強勢的股份 通常市場的彈都會特別強勢 我們去看看 今天時間到這裡 拜拜